我是來自東石高中青棒隊 在球隊裡面擔任室內野手 在球隊裡面擔任外野手 我是投手 休閒與資源 東石高中青棒隊僅能在非正規的棒球場做日常訓練 也面臨許多大大小小的挑戰 但是幾年來人不放棄棒球夢 而這份堅持終於被看見 近日還改編成電影《天后之戰》 描述2003年東高青棒隊逆轉勝精彩的意義 在天后之戰裡面是千里演這個角色 學長他們都可以堅持下去 然後自己就要繼續堅持 因為都來打棒球 再辛苦都要撐下去 當年故事的主角之一陳連峰 如今擔任東高教練回饋母校 因為我們高中是讀這邊 我們是從默默無穩到現在有這個球隊 既然是這邊畢業的 至少還有一些東西可以教這些學弟 你看他有時候投得好 集合完回去飯店在車上 還是那種笑容你看得出來 結果要是他在場投得不好 還是打得不好 他可能臉臭得跟死一樣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球不可能打一輩子 最基本的就是做人輸贏教練來承擔 重點是你們對得起你自己 要維持東高千棒隊一年正常的營運 所費不資 球衣球棒出賽等大約需600萬元的開銷 必須後援會多方募款才能讓球員無魚的練球 後援會激起的奔走 就是為了給孩子一個打球的機會 我去找一些我的朋友來贊助 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他第一次問我 說小孩球 拆不拆不拆怎麼球 參與的時候我也是對這個不了解 我也是因為這個孩子大概就是說 一些好像不良分子 接觸以後才知道不是這樣 那個孩子有時候他很乖 而且也很有上見心 只是因為他小時候 對這個功課比較不用心 而且他喜歡打球 東高的這群年輕球員們 期待未來能繼續在棒球場上發光發亮 完成心中的夢想 從國小開始棒球就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一直打下去打到高中 那未來目標可以成為直棒選手 我希望以後就是可以繼續在成棒裡面 就是繼續在棒球界這裡面發展 同時高中青棒為這些人來棒球的球員 提供一個良好的類型環境 關注基層球員的培養 期待成為國家優秀選手搖籃 記者 主要雙張家瑜 家優鋪子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